剛剛的這個程式稍微改一下 改成外部讀取檔案 那外部讀取檔案很重要 因為未來的話 我們很多東西都在外部 包含就Excel 包含就是什麼CSV、TST等等檔案 那你要怎麼讀進來 其實蠻重要 跟各位講一下 在Python讀檔真的是 我見過所有程式裡面最簡單的 怎麼說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請各位先在哪裡呢 先在你的根目裡面 先輸入檔案 那輸入檔案的話 首先你們可能要先注意一下 你的檔案存在哪裡 那因為我是把它另存一下 另存尾 我存在這裡對不對 我是放在C點底下的 Python的2022這個路徑 那所以呢 我可以在這個底下 待會請各位新增一個文字檔 OK 這個文字檔按右鍵有沒有 這邊有個新增 新增有個文字檔案 那文字檔案的名稱 你把它輸入叫ENG好了 或者是其他名 ENG是英文的縮寫 然後打開之後的話 請你在這邊 輸入乘7 幾個隨便你輸入好了 你要輸入多幾個 那我就大概輸入幾個 89一直到80 中間加豆點 那這個豆點主要就是用來做分隔符號 其實CSV檔中間也是下豆點 類似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是要模擬什麼 如果我今天不是用像剛剛一樣 輸入一個ENTER 輸入一個ENTER的話 而是說我從外部 直接就把這個成績 讀進來之後 那我需要放在串列 有沒有 輸入串列之後的話 我就馬上可以計算出 總共有幾個學生 然後總分平均最高最低的話 這個地方稍微修改一下 把剛剛一個一個逐一輸入 改成外部讀取檔案 所以第一步請各位先 在你的這個存檔的目錄底下 建一個檔名叫ENG.tst的一個檔案 裡面的話就是放 總共大概你隨便打了 這個成績自己輸入 然後中間加豆點就可以 然後按關閉就可以了 好 第二步的話 如果你要把這個檔案 讀到Python的話 程式該怎麼寫 OK 那各位看一下 我是把它已經 我來看一下 其實我把這些程式先註解起來了 然後把它打在上面好了 這樣看比較好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要讀檔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如果你要讀檔的話 在那個Python裡面 我先建一個物件名稱 一個變數名稱叫F好了 F等於什麼 我要去開那個檔 開檔的話 其實很直接就open 刮鬍之後的話 你只要提供兩個訊息 它的檔名叫什麼 檔名叫ENG.tm 因為我把它放在 跟這個模組 是同一個路徑底下 所以我就不用給哪個 這個什麼 那個時節器 哪個目錄 就在旁邊 這叫相對路徑 OK 然後後面的話 再加第二個參數 你要做什麼事情 是你要讀取呢 還是要寫路 如果你要讀的話 你就給它一個R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幫我 這檔名打錯了 ENG 它就幫我把這個檔案 讀到這個F的變數物件裡面 OK 其實我習慣稱這個F 叫檔案物件 它的形態 它也不是一個數字 也不是一個文字 它就是一個物件 OK 那我們要怎麼去取得裡面的資料呢 很簡單 F裡面的話 物件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Read 很直覺 讀取吧 讀取什麼呢 你就把裡面的資料 全部讀進來的話 那就F等於Read 那如果你想知道裡面的資料的話 你就Print它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打一個Printer OK 然後Printer的話 把那個F.Read 就把它刮戶起來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我們會發現 它把什麼東西呢 把我們的這個資料 把它Print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 程式非常短 兩行就搞定了 但現在還沒有完成 因為再來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讀到的東西 把它變成一個串列的話 因為你會發現 它中間 它其實現在是一個字串 它不是一個串列 因為它這邊一個資料 全部接在一起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分開來怎麼做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Python裡面 它有一個方法 叫做切割 有點像資料剖析有沒有 剖開 所以你在這個F.Read的後面 加一個點什麼 點Split就可以了 有一個方法叫 S.P.L.I.T.有沒有 這個Split 然後後面跟它講說 刮戶裡面跟它講說 請你幫我按照豆點幫我隔開 幫我切開就對了 然後它就知道說 我幫你切開囉 切開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切完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的一個方法 所以切完之後 跟各位講一下 它會變成文字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切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它切開來了 不過它有個問題 它前後都有單引號 其實單引號跟雙引號 在Python是一樣的意思 那也就是文字 可是不對啊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拿來計算的話 那文字它沒辦法計算 所以最後我只要再做一件事情 把裡面的資料 全部讀出來之後 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數字之後 再存回去 就可以拿來計算了 所以也就是說 只要把資料讀進來 有沒有 然後再切割 切割完之後呢 再轉型 轉型之後呢 就可以再把結果有沒有 丟到這邊來 就可以做後續的事情 OK 所以喔 假設我今天要外部讀取檔案的話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那個什麼 先確定一下 你的這個存檔目錄在哪裡 那在裡面增加一個 這個什麼 一個文字檔 OK 然後呢 試著用我剛剛簡單的程式 盡量用直覺 因為這個我發現很好記 我也沒有特別背 但是很直覺 F等於Open 後面檔名有沒有 然後 逗點 加一個Read模式 那 R是Read OK 那將來顧名思義 以後如果要寫的話 就W 就寫出去 就存檔的意思 然後呢 你用F.Read 就可以 再做切割了 OK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然後 那這個 程式部分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四頁 所以你可以先在 根目底下先建一個 檔案 然後呢 開啟的話是 F等於Open 然後 F.Read 並且Print 這個後面再加一個 S這個Split的方法 就是可以做切割 再來的話就是轉型 轉型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丟回去 給剛剛的那個程式 做什麼 做 計算裡面有幾個學生 總分 平均 最高最低分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你會發現 檔案的讀取 在那個Python裡面 真的 非常的簡單 如果你以前有用過 其他的語言寫讀檔 你會發現 哇 Python這個地方完勝 太簡單了吧 OK 開檔跟寫檔 簡直是 把它已經是 程式最簡單化了 不過這裡可能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 你們這樣開檔 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 假設你好像Mac 裡面可能會遇到就是說 你的檔案類型 假如是 可能會預設值 或者是UTL8 或者是像我們預設 Windows預設好像是CP950 那就會有那個編碼方式的問題 不過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發生 我們暫時就沒有講到 那之後如果遇到那個編碼方式問題 我們再來講 OK 試試看這個部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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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